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感觉空气气息一下子就畅通了 其实电视台应该在这样的地方 其他几个台也都在这样的地方 原来市中心 而且这个时候咱们的时候到了 你知道吗 国际上又有研究了 金融危机的时候 大家看电视的时间会明显增加 许多人愿意口吠看数字电视 还有许多人愿意 我发现外国的研究这种说法 很有意思 就是说调查有52%的观众 他们愿意看广告 来看免费电视节目 你明白吗 就等于说咱们老是骂着电视台 怎么老放广告 实际你看外国调查这个说法 就52%的观众在金融危机这时候 出去玩是没法玩了 洗脚动不动给人捅死 然后在家里看电视 就是说我宁愿忍受看你电视台的广告 我为了换取免费看免费电视节目 但是我觉得可能情况也会相反在中国 因为我们的广告跟外国不一样 我们常常有那种长达几分钟的那种什么胸部下垂 什么都那类广告 对不对 又或者你记得去年 去年还是今年年头给揭发了一个吧 就一个人你记不记得 这个人长得年纪五十多岁 丝丝纹纹的 他出现在各类广告里面 在某一个广告 他是个北大教授 在另一个广告里面 他是什么极有权威 在所有这些广告要找权威的时候 就找这个人 他全是演员 在这个广告太长了 像大师 对 你如果呢 没错 样子有大师像 这假如呢 我们比如说 所有人都在家看电视的时间多了 观众就会特别注意这些事 没错 而且我认为 我们应该像很多家这个广告机构 包括电视台 大官司 索赔 为什么 很多性性方面的这个热线广告 他抄袭的都是枪枪三人形的节目形式 啊 你记得半夜12年 我没见过 哎呀 我在那里定下来就是这么三个 唯一的区别是三个人全面向外 穿着白大褂 呃 再还接热线电话 啊 你这个什么 嗯 第一啊 有这个什么什么 撒尿 是吧 这个感觉很疼痛 是吧 这个 全是这种方式啊 哎 我们三个不如以后就 我们这个也来搞一个认为赚钱 不不 讲起来 这个这个谈话节目的形式倒是很少的 是人家抄的蛮多 我们算是有点原创的 其他的很多节目的格式 其实都是从美国来的 美国他们最早研究电视就是两种 一种是你花钱 嗯 没广告 你每个月付费 嗯 另外一个你不付钱 大气收 但是你要付贷看广告 嗯 中国的问题是 所有的台 现在其实都是进净 对换句话说都在付钱 嗯 但是还得看广告 嗯 你看这个情况是一个 我的意义 对 还有一个高清 你知道吧 嗯 高清这个东西啊 急死人了 你你看高清吧 我 有了高清以后 两大坏处 嗯 第一大坏处 有了高清了 其他就不清了 是 一对比啊 你平常就受不了 本来没有 现在 第二 咱在高清啊 中央台有个高清吧 嗯 现在就一直在播奥运比赛 啊 一直在播奥运 为什么 他没什么新的节目 所以这个高清台 一直在反反复复 那个那个 我到很多机会 可以重复他们射箭啊 什么 节目没跟上 这个香港现在 有十几个台是高清了吗 我这高清将来坏透了 高清看了以后 其他的节目 反正我知道 我们女主持人 都很反对这事 对对对 是吧 那在脸上汗毛孔 都看得出来啊 没错 怎么画 你塗多厚的坟 他也看得出来 而且你刚刚说 那个情况 让我想起来 这不就等于是 这种电视上的形象工程吗 就不是很多地方政府 盖一个什么会展中西 大博物馆什么 但里头都空的 不知道放什么好 就东西弄出来了 高清这个 但内容不晓得甜什么 持久生产力 总会促进这些希望 不是 他现在是一个 扑路的阶段 还没到那种正式的 广泛的大规模的 我估计到大规模放的时候 他就节目的片源 就解决了 我觉得你说广告 我是觉得 有些时候说挣钱 也要挣的 怎么说呢 以人为本 不是以人为本 你比如说我觉得 就像你说的 有些电视台 进有限 那么说实在话 我觉得 那有些地方 有限 他在把你的广告 时段覆盖 去卖他的广告 当然这也是现实 对吧 我也不说什么 可是我觉得 我有时候看这个 有些比赛 或者看什么 我看的生气是什么呢 你已经赚这个钱了 可以了 但是你不能把你的广告 一直延长到覆盖了 人家的节目 对吗 比如说我原来 尤其体育比赛 哇 他是吗 我原本人家是 两分半的广告时段 对 您拿您的广告 把人家盖住 可以 但你不能盖到 三分钟 四分钟 你这个节目都没有了 赚钱有点底线吧 不过这个 我倒不太担心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中国 现在有时候 我们觉得一些 人家做商人 说老说没良心 这个东西 是商业规则 会慢慢自动调整的 为什么 比如说像现在这样子 我们看体育比赛的 老看到这种 节目比赛 在内容都被广告覆盖之后 消费者或者观众的反应是什么 是恨那个广告 恨这个台 就反而更生起了 对广告的抵触情绪 那他这个广告 等于就不灵了 然后如果慢慢慢慢 这么下去 他迟早会要自我修正的 咱们还是 那个在 深圳啊 广州这里 他们不是都放香港的电视吗 其实蛮屈辱的 他常常插 就是 因为敏感嘛 不不 不是敏感 有些就是广告 他就用一些其他的 然后那个质量又又很低 那我们也是 我们这节目老是被那种 信热线啊 是吗 安全套 你没见过吗 全家三月型节目播出时段 好像听说很多人反应 这还 这我还都不相信 所信做代理 这跟咱们本来的形象 这跟咱们本来的形象也比较符合 这说 这说 这一套带别人 没事 咱不能不要 掏牌 不聊这个了 咱聊点 真的关系到国际民生的这个事情 人民群众的安全 还关心啊 你不要以为香港 你以为安全道就不关心 你不要以为香港就多么靠谱啊 最近香港 我给你看看这照片 来 那香港悬赏30万 抓人呢 看这是个胶瓶啊 两个胶瓶 里边装着腐蚀性液体 从旺角冒市区 高楼上扔下来 你再看下边 这姑娘 你这 蹬在大街上逛街呢 呼啦 天上下雨了 然后眼看着这衣服啊 一个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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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水 甚至烧桌皮肤 你再看下边 其实我一看这有些 可能这些也是我们大陆的游客吧 你看这家伙 这膀子给拖的 然后就说是这个消防人员来了之后 拿这个水龙头哗的冲啊 然后一说在这个地方 说是去年 已经发生过 12月份 也有人干过这个事 这我就不了解 香港闹市区这个高楼上 为什么楼顶上有人往下扔这个 枪水 还是腐蚀性液起 流栓嘛 这是续意的 那他对谁呢 冲谁呢 对社会嘛 这就是所谓的反社会嘛 就比如说 以前不是有时候也听过一些人 在莫名其妙 在个公交上头 引爆炸弹了 或什么 但他没有说针对谁 他不是说我针对这个司机 或怎么样 他就是要对社会泄愤 这叫反社会罪嘛 其实广义来讲也是恐怖主义的一种 嗯 哎呦 我觉得现在这个 你像 查不出来是吧 查不出来 现在 他现在好像 现在好像通过一个要装那个录影街市的系统 你知道最可怜的是前一阵广州一个才103天的一个婴儿啊 妈妈抱在怀里 在大街上走 你说招谁惹谁了 高空半块砖头掉下来 把这孩子给打死了 哎呦 然后逮着这孩子了 这孩子一说呢 还是个未成年人 十二三岁 他是有意丢钻的 他不是有小孩吗 在楼顶上就往下扔 扔钻头 扎着这小孩 不知轻重 我觉得 人一说这未成年人 这法律怎么处罚他 还是个一个一个问题 你但是人家103天的海 不能赔命 你想我觉得妈妈这个 崩溃了吧 这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刚才说到这个未成年人 这就不禁让我想起了 这个昨天咱们聊的那个 就说是那个 怎么说呢 雄峰宾馆 孟欢康 那个阿娇 巴东猎女 捅死那个官员 那个官员要求什么特殊服务 是 就这个事情 巴东猎女就是网上的称呼 是吧 反映有些网民的情绪 他就觉得 按说这是杀人 但是网民却觉得 支持他 一个女人在什么样的情况 就认为他是正当防卫 当然这个最后 法律意见怎么样 咱还不说 但是我就说这件事 那天徐老师 就要为这个洗脚的证明 说广大洗脚的员工 他们还是一个正当 就像就像这个法郎有很多问题 但是也有很多人是理发师 对 对不对 可是呢 我给 两方面都要说 在中国大城市 我不敢说了 我报道过很多案子 往往那边 这个贵州的洗水 或者什么浙江的 什么沥水 什么的 这么一些县城啊 或者这么一些地方 人家说了 有一种书包妹的现象 什么叫书包妹 书包妹 你比如说啊 梅老板 就是可以包一个书包妹 其实是卖银 现在这个有个罪名 书包 学生 女学生 你知道最近这个洗水 这么一个一个县城 还是一个地 这么一地方出现了 就几个官员 县里边的官员 就是这个这个 嫖叫 嫖宿幼女 可是你知道这个 然后那个浙江历水 说什么 碧湖中学 也出来了 就是说 十几岁的女中学生 未成年人 这按照咱的理解 就算强奸吧 可是实际上 要不说 我就说这个未成年人 也有意思 他往往是什么个故事啊 一个小女孩 说我未成年 我是这个处女 然后这个成年人呢 就给他钱 跟他睡觉 睡完觉之后呢 他在介绍 对 这个成年人 还骂他 说你 你不是处女 我原来答应 比如给你两千块钱 我现在就给你八百块钱 这女的把这八百块钱 花完之后 这女孩 又会想到 打他同班同学的主意 把他同班女同学 介绍去 给这些成年人们 当然咱不能说 都是官员 但有官员 也有各种各样的 老板呢 或者是什么 像洗水这个地方 就感觉 记者因为采访 这个所谓的嫖宿幼女案 但是呢 在这个周围这观察 这就像徐老师 讲这个情况 有些旅社呀 有些什么 那老板 话里话外的 就跟他讲 是最近风声比较紧 但过了这阵 我们还是有的 那么你说 就这种女 都十几岁的 这个孩子 现在就是 他们的列举太多了 你看啊 广东雷州 有这么个政协委员 小学教师 涉嫌强奸班上的学生 当地高一起 小学校长 涉嫌强奸 12名女学生的案件 然后什么 浙江临海 捣毁一卖阴窝点 市人大代表 王中兴 市气象局副局长 池先生 涉嫌嫖幼 简称 嫖宿幼女 你说 一起一起 现在这个特别多呀 这是法不够重 我觉得 这个中国 这个 这个 这个未成年的这个 性这个东西 概念不是很明确 是不是 它法不够重 我觉得还是 社会环境的问题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前几十多年 现在说日本 有新现象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 见怪不怪的 就大家都听过 元交嘛 元柱交 元柱交际嘛 对不对 这个所谓的 元柱交际指的呢 就是说有一些的 比如说 元柱交际 在这头儿掉下 对对对 这个元柱交际呢 就比如说一些女学生 去跟一些中年男人 或者一些男人 比如说给他钱 他就提供性服务 那么日本的元柱交际呢 主要是因为女学生呢 比如说 受到消费的诱惑 就比如说 通常是想买名牌包啊 你知道日本 很多这种各种 这样的消费诱惑陷阱 他要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 然后想挣点外快 那么 但中国呢 你发现很多这种 事有的发生是怎么样 他有一些呢 是孩子真穷 啊 就是说他不只是说一个 我我我 我衣服穿得很好了 不过我还想要名牌 他不是 有的是真的是穷 他穷到一个地步呢 就是他有时候觉得 他要用这样的方法 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那么然后这些 我觉得很多的这些人呢 就是看重了这一点 然后就叫孩子们 来卖银给他 所以我觉得 有个社会背景的问题 还有一个 这个两大类 我觉得这个事情 要把它分开 一个就是年龄上 你这个幼女这个问题 这个跟性工业的 不合法化 难以控制 其实是两回事 不管什么情况 你哪怕就是谈恋爱 你也不能跟个15岁的人 14岁的人 这个是要罚得很重 中国在这方面 好像不 好像他把两者混起来的 现在这个有争议 就是说 这个嫖宿幼女罪 跟强奸罪 有什么分别 你比如说有人就认为 你微成年人 你只要跟他发生性关系 那么你是强奸的 可是你知道有些 他不叫强奸罪 他就是应该是 你跟未成年的人 发生性关系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罪 香港是这样 香港就是这样 这里边有三个东西 概念有点乱 一个是强奸 就是你强行的发生关系 那不管什么年龄 你都是一个罪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跟一定年龄之下的人 不管你是愿意 不愿意当然更不好 就算他是愿意 你钱啊 或者什么样 就算他没有钱 他田言蜜语 你跟一个这样年龄之下来 你就犯罪了 你才知道这话 第三种是 所谓卖引嫖娼 对不对 是那 但因为中国这个 这个第三种 在很多国家 是他有一定的法律 限制 他有一定的合法性的 中国是因为 都是非法的 都是违反治安条例 所以把 这个本来是 清的那个法 跟另外两个 特别是跟中间 那个幼年 混起来 你知道就是说 混起来以后就产生了 有个别案子 为什么引起争议啊 就是就是办案的人说 我们也是依靠法律呢 就因为什么呢 说这个嫖客啊 他当时不知道 也没有问 对 就是他不知道 这个女孩子是14岁了 对 呃 那么所以说 这就按卖银嫖娼 卖银嫖娼 这个处罚 那比强奸 那是轻多了 对吧 那你是叫嫖宿幼女 可是呢 人家有人就提出来了 说这有问题啊 他花6000块钱 说好了 就是买买厨的 买厨的处女 才值这个钱 你明白吗 那就是说 他至少知道 但概念上 18岁可以是处女 40岁都可以是处女 好老处女 对不对啊 这个我想的比较单纯 广告之后见 文道一提醒 我才知道 40岁也可以是处女 对啊 这是两个概念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 更麻烦的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是 就像子东讲的 这是几个东西混起来 还有个什么东西混进来呢 就是因为涉案的 这些男人 往往不是官员 就是老板 那就更麻烦 因为中国在过去几年 本来就有种反精英心态 而所谓的精英 就包括了 比如说像官员啊 有钱人啊 就权贵阶层 所以这种事 就跟杭州飙车那个一样 一出来之后 马上我们那种仇富 仇恨精英的都是 就来 怎么老是这帮人 这帮人有权 就什么都能干 然后我又看见了 这紧接着一串呢 比如说宝马 把一家三口撞飞 这种事情在网上的大量的流传 跟水火转一样 对不对 还是这种 就是说你犯案的人是官员的身份 所以这个事情就变得更加的复杂 其实你不管什么身份 那个人 就算你自己是一个扫街的 你也不能强迫人家的一个女的 来给你提交 如果我这些性高的 那是混蛋 对吧 法律面前 咱们就要搞他 但是呢 你知道有一个当妈的 有一个母亲 这就是利水案 这个当中 因为利水说女中学生十几个 特别厉害 是强奸 而且照一个人写的评论来说呀 说这个朴素幼女也好 强奸幼女也好 莫非成了中国的猪流感 为什么 他说头一个 也许是一个成年人 对一个女孩 可是接下来 为什么想传销 接下来这个女孩就开始 杀了别人 但他的概念不通 不能叫传销是强奸 他既然是传销 是他就不是强奸 幼奸 你可以说 对 因为他是花钱的 他们本身这件事情上 你看这概念就是 这种可以叫幼奸 我跟你说 洗洗水那个我知道 是罪 但不是那个罪 洗水那个我知道 就是一对14岁的小情侣 小鸳鸯 这俩就在校门口 兜结这个女生 弄到角落里 或者打你 或者威胁给你打毒针 或者什么拍裸照 然后逼着你去 陪这个这个叔叔睡觉 然后拿来这个钱呢 他可能拿了大头 你没慢慢顺手 甩给这个女孩 一点小钱 那么 但是 但不是那个叔叔前接 你前接的话是那个 是他们在胁迫 那个叫集团 这个叫松永组织 香港这个是判断最重的 这个就是女生 融流 卖赢 而且这个东西很容易上升 就是很多人从事这行 很多穷的人 他一开始 他做很多苦的工作 得不到很好的收入 偶然他发现 这收入不错 但是你知道 很快他就发现 他介绍人比他自己干 要有好处的多 很快他就上升了 他就变成了 你去推销了 对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然后就接下来那些女孩呢 也都一个一个愿意 都一起跟着去嘛 对吧 有些人是 对 你说这种麻木 还是因为跟穷有关系 就我们今天 我不是说穷人必然道德败坏 而是说呢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 我们老说什么道德腐败 人性腐败 为什么会对这种事这么麻木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别的剩下来的 什么意思 就是说坦白讲 今天在中国这个社会 你去问一个人 你最在乎是什么 名誉 诚实 善良 正义 这些说出来 你自己一边说一边笑的 就我们今天真正在乎的 就只是活下去 活得好 对吧 就是这样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说出现一种 这种事过去 我们觉得这是 事关尊严的东西 你怎么那么轻易的 那么麻木的 觉得这个事儿 我就拿了叔叔钱 赔他睡 这有什么了不起 那就是因为 我本来跟班上同学睡白睡了 对啊 我是还有钱赚 我在爸爸妈妈那里 也不必这么受气了 对啊 因为他们 我们真的没有什么 这就是所谓的价值真空 我们没有什么别的了 不是 你是从道德上讲 我还是从法律上来讲 我总觉得是 有各种各样不同级别的错 各种各样不同级别的罪 你因为一开始就把小的东西定得很大 所以他就不分这些东西 我懂你意思 没有矛盾 因为我讲的是 为什么他们会麻木这一点 就为什么会 他会麻木 为什么这些官员也好 权贵也好 他会觉得这么做 他是觉得可以的 除了法律原因 你看啊 我看到有一个字数 就经历过这个 大概是十二三岁 还是十四岁的小女孩 他说 当时他把我扑到床上 我就哭 我就闹 但是最后还是给他干成事了 那么你要这么说 算抢奸 对吧 说完了之后 他给我五百块钱 我又上了 拿着去出去 走向二零一列 你看他这个孩子 那你没办法 孩子抢奸 如果他提出抢奸 如果他